李冰杰延续强势表现 以超亚洲记录的成绩 获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 比赛开始后 李冰杰以微弱优势领柔 可以看到 经过三个月的集训 李冰杰的状态很好 整个身体的位置非常高 滑水效果也更好 比赛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李冰杰的优势达到两秒 完成1000米之后 优势扩大到6秒 最后阶段 李冰杰加快频率 以15分41秒80的成绩率先触币 这一成绩也超越了亚洲记录 这个亚洲记录 它水平也比较低 因为之前确实是 没有人比过 因为它这个1500项目是新加的 11岁的自由泳美少女 李冰杰在成都大运会圆满收官 总共赢得8块金牌 仅次于缔造酒精记录的张宇飞 由于比较低调内向 李冰杰的关注度不算太高 可实际上这位单眼皮女生 也是很漂亮 很有气质的 可爱程度 不逊于田径场上的跨栏女神 吴燕妮 更重要的是 李冰杰成绩 世界顶级 无愧女版孙杨称号 这是吴燕妮 没法比的 在休息调整了40分钟之后 李冰杰又站在了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的出发台上 这个项目 她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杨俊轩和汤姆涵 三人在东京奥运会上携手为中国队夺得女子4成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比赛中第一个100米 杨俊轩和李冰杰成绩同为55秒08 而在后100米中 李冰杰的体能并没有受到1500米比赛的影响 渐渐取得领先 并以1分51秒25 超全国纪录的成绩获得冠军 要说本次大运会上的人气王 毫无疑问是跨栏女神吴燕妮 就连奥运冠军张雨飞和世锦赛冠军秦海洋也甘拜下风 优美优撒的吴燕妮 让更多人开始关注中国田径和跨栏 颜值及正义 四川自贡姑娘完美破拳 一夜之间某英粉丝涨了100万 而且得到人民日报 新华社 央视等多家官方媒体的报道和盛赞 其实中国游泳队也有一位姑娘颜值在线 那就是李冰杰 只不过她没有割双眼皮 也不喜欢农妆艳抹 乍看上去不是很妩媚 但就像一杯淡雅的香茗 越品越有味道 非常耐看 这一次市井赛你也是破了800字的纪录 这个成绩是有预想到的 也设定了这样的目标 还是说算是有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 我觉得算是一个超水平发挥吧 因为我可能800字的最好成绩 一直停留在17年 而且每一次的800字 可能都安排在所有赛程的最后 就是因为前面也有一些疲劳 然后导致800字受一些影响 所以确实没有想过 最后还能又出一个这么好的场景 相信随着李冰杰在大赛里 不断创造好成绩 曝光度大幅提升 也会像吴燕妮一样窜红 成为中国游泳队的颜值担当 与吴燕妮相比 李冰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那就是成绩 吴燕妮的跨篮水平 介于世界一流和二流之间 很难进奥运决赛 而李冰杰现在是中长距离 自由泳女王 被誉为女版孙杨 实力仅次于美国传奇剧情 莱德基 是女子800米自由泳史上 第二块的选手 她一个人保持女子400米 800米 1500米自由泳 三项亚洲记录 李冰杰 九岩洲人 三项一個人 六五五五五三 六六四六三 五六六六五六七 五六七 五四五三 莱德基市井赛个人项目16斤 已经超越菲尔普斯成为历史第一人 是泳潭的GOAT 而礼宾节现在只需仰望莱德基 在800米自由泳稳居世界第二 此外 400米自由泳 他也有奥运冲牌的实力 事实上 礼宾节已经拿过短持市井赛 400米和800米自由泳金牌 实力得到欧美媒体广泛认可 有人不喜欢吴燕妮的艳丽风格 指责他装太浓 还整过容 割过双眼皮 那么礼宾节一定符合你们的审美 素面朝天 气质甜淡 从来没有整过容 犹如林家女孩 礼宾节是被媒体严重忽视的提摊明星 无论从成绩上说 还是从研制上讲 都该获得更多的报道和曝光 对面的补运王 遍动一个难以后